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人一定要懂得转弯 在非洲大草原上 猎豹犹如闪电般皎洁 最高时速可达120公里 比羚羊的时速高出近一倍 按照常理 羚羊根本无法逃脱猎豹的追捕 然而猎豹在追捕羚羊的过程中 常常石扑九空 这是因为猎豹习惯于直线奔跑 而羚羊则能够灵活转弯 正是这种转弯的能力 让羚羊一次次化险为夷 懂得转弯 换主方式继续前行 命运就能焕发蓬勃生机 人生何尝不是如此 峰回路转 你才能看到海阔天空 说话转个弯 和气 听过一句话 沟通很重要 说话更是一门艺术 说话转个弯 正是社交中最深奥的艺术 前段时间 南京一位女性家长 因为每天开着名贵跑车 接送孩子上学 引发热议 每到放学时 总有很多孩子 围着跑车嘖嘖惊叹 不无艳羡 于是 有人在家长群里 向吕先生提出建议 让他以后 不要开着跑车 接送孩子了 给出的理由是 吕先生的做法 过于高调 这会引起孩子 盲目地攀比心理 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 吕先生不以为然 我开跑车接孩子 何错之有 一时 家长群里炸开了锅 双方各执一词 互不相让 闹得沸沸扬扬 这时 老师出面了 他委婉地对吕先生说 您开跑车没有错 只是 撞目睽睽下 您家孩子过于显眼 容易被人盯烧 成为敲诈勒索的目标 我只是想要提醒 这对孩子的安全 是个隐患 老师善意的一番话 让吕先生 顿时冷静下来 也意识到 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 说话转个弯 在表达了 自己的意见的同时 也为自己留了条后路 而直言不讳 很容易造成双方的尴尬 也容易激化双方的矛盾 说话转个弯 并不是耍心计 而是出于同理心 考虑对方的感受 让对方 易于接受自己的观点 比起无所顾忌的直言直语 委婉含蓄地表达 才能赢得真正的交流和理解 情感转个弯 随缘 林语堂有句名言 明智地放弃 胜过盲目的执着 感情中 痛苦的根源 往往在于太过执着 盲目的执着 无异于坐见自己 电视剧《星辰大海》里 女主角简爱是个孤女 身世极为可怜 她的同学李一鸣 个性顽劣 偶尔捉弄简爱 但其实是为了引起简爱的注意 两人认识多年 彼此知根知底 简爱是李一鸣心之所系 简爱每次遇到问题 李一鸣都是二话不说 竭尽全力 即便自己家里 遇到麻烦 急需用钱 她还是选择 把钱拿去送给简爱 缓解简爱的燃眉之急 只要简爱需要 李一鸣赴汤蹈火 也在所不惜 但是 李一鸣的几番表白 都被简爱 无情地拒绝了 直到简爱 不顾一切地奔向他人 李一鸣才彻底醒悟 痛定思痛 他选择离开简爱 一厢情愿的付出 是感情中最愚蠢的行为 好心 好力 最终却只能感动自己 自欺欺人 周国平说 人生原本就是有缺憾的 在人生中需要妥协 不肯妥协 和自己过不去 其实是一种迟余 是对人生的无知 有缘无分 不如及时放手 不要在偏执的道路上 一错再错 否则越努力 越窘迫 人生握不住的东西太多 盲目坚持 等于自我消耗 及时转弯 才能自我救赎 生活啊 哪有事事如意 过不去的事就要翻篇 放不下的情就要释然 或许转个弯 或许转个弯 就能遇见最美的风景 思考转个弯 开窍 闲情偶剧中有言 变则心 不变则腐 变则活 不变则板 做人做事 不能一成不变 变通 才能活用 适者方可生存 亚历克斯·班纳妍 在创作第三道门时 部分内容需要采访巴菲特 谁都知道 巴菲特从不轻易接受采访 亚历克斯急急无名 想见巴菲特 难上加难 为此 他求人帮忙 把自己引荐给巴菲特 还殷勤地给巴菲特发邮件 尽管他费尽心思 巴菲特一方 却从未给予他任何回应 亚历克斯非常沮丧 这时 一位朋友提醒他 如果竭尽全力 事情依然毫无进展 不如转个弯 换种方式 朋友这一番话 让亚历克斯陷入了沉思当中 一直以来 自己费尽心思 目的无非是让巴菲特 回答几个问题 既然只是回答问题 那又何必拘泥于 时间 地点和形式呢 想到这里 亚历克斯如梦初醒 随后 他参加了巴菲特的 鼓动大会 作为现场观众 他向巴菲特提出了 自己的问题 就这样 他很顺利地得到了 巴菲特的解答 摆脱惯性思维 跳出固定思维的牢笼 或许就会得到 意想不到的收获 路到尽头时需要转弯 人到迷茫时 也需要转弯 当你在一件事情上 耗尽心力 依然一无所获时 不如转换角度 寻找新的契机 树挪死 人挪活 凡是换个纬度去思考 很多问题 都能够隐刃而解 电影《超人》上映后 风靡全球 主演科里斯托弗 一时风光无限 可是 在一场激烈的 马术竞赛中 他意外坠落 不幸成为高贪患者 突如其来的横祸 让科里斯托弗 瞬间从天堂 跌落地狱 他痛不欲生 为了让科里斯托弗 舒缓心情 家人开车 带他外出散心 车子沿着山路 迂回盘旋 因为弯道很多 前方拐弯的警示路牌 不时从他眼前划过 每一次拐弯之后 眼前都是豁然开朗 前方拐弯 四个大字 一次次冲击着 科里斯托弗的心灵 他恍然大悟 原来并非无路可走 而是该转弯了 难道我的人生 不也是如此吗 从此他以轮椅代步 全身心投入新的工作 他精心指导的 第一部影片公映后 荣获金球奖 他的自传题小说 依然是我出版不久 成为畅销书 他还创立了一所残疾人教育中心 积极为残疾人的福利事业 筹集善款 从高滩患者 逆袭成为知名导演 作家 兼慈善大使 科里斯托弗 再一次为我们展现了 超人非凡的能力 漫画家郑新尧说 在路走完的时候 并不意味着到了路的尽头 而是骑行我们 是时候拐弯了 人生从来都没有所谓的 康庄大道 蜿蜒曲折才是常态 命运纵然残酷 但并非无能为力 学会转弯 自见柳暗花明 不同的视角 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不同的感悟 注定不一样的格局 人生道路 崎岖不平 既有数不尽的迷茫 也有数不尽的期待 很多时候啊 你不只需要前进的勇气 更需要转弯的智慧 即使转弯 不是让你停顿驻足 而是让你在迂回中 重新选择和把握时机 顺势而动 只要在适当的时候 懂得转弯 就有可能另辟蹊径 人生不设限 精彩才无限 一经中有云 驱成万物而不移 世间一切均在变化中生成 迂回曲折 方能包容万物 趋于圆满 一转身 一回眸 便是一道风景 愿你懂得转弯 让心释然 即使身处暗夜 也要烛光而行 好了 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